哈喽,大家好,我是龙月堂的菲 当你准备好开启十二脉轮的时候 当你准备觉醒的时候,你就会来到龙月堂 为什么这么说呢? 最近有很多人在做疗愈的时候 他们上面的脉轮已经更为敞开了 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就有很多人 开始感觉到他们上面的 顶轮上面有个脉轮叫灵魂之星 它是洋红色的 许多人在做送播音乐的时候,开始看到了洋红色 最近这个月呢,有许多人更往上开启了更多的脉轮 看见了金色,金黄色,或是白色 也就是他们看到了他们的宇宙之星,行星模糊 或者是有些人他感受到合一的感觉 他连接到了他更上面的第二十二脉轮,基督之星 那也有人说,当我们在做冥想 在做送播音乐引导的时候 双脚上下大地扎根的时候 也感觉到了一个脉轮 那个脉轮叫做地球之星 地球之星再往下呢 其实你还可以连接大地妈妈,盖亚之星 好,那么脉轮有很多 只是平时在过去的地球的生活里面 我们并不需要用到这么多的脉轮 我们只用了七个脉轮 而当地球的维度提升的时候呢 我们其他的脉轮也更为敞开了 下面的这三个脉轮呢 太阳神经丛,席轮和海底轮 是大家最近经常需要被疗愈的 有很多情绪的释出 当你可以去正视这些情绪的时候 知道如何释放它们的时候 让它流动 那么你就会继续往上的脉轮去展开 好,那有些人呢 说,诶 他从小体质就比较敏感 很容易可以听见 神佛菩萨的声音啊 或者是他就是对外星人特别感兴趣 他可能有一些其他星球的记忆 或者是他可以看到过去 预见未来 那这些其实都是灵魂本身具有的能力 只是你有没有要去使用它而已 那么下面这三轮呢 比较偏我们的物质身体的脉轮 像上呢 心轮,头轮,眉心轮,顶轮呢 就比较偏灵性层面的脉轮 而再上去呢 灵魂之星,宇宙之星,行星门户 然后基督意识或是合一门户 网路上有非常多的名词 当你Google十二脉轮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牌法 甚至有人在这边是写有一个业力轮 那不同的名称其实都无所谓 只要你知道你正在敞开你上面的脉轮就可以了 因为名词主要是要让大家能够有个 我说话你说话我们在聊天的时候 哦,大概知道在说什么 那我们撇开这些名词的话 它其实你就是感觉到头上呢 有些不同颜色的脉轮 头上呢痒痒的 所以会说举头三尺有生命 对吧 好 那就代表着我们不只有这七个脉轮 当你今天你的灵魂决定好要觉醒的时候 你就会来到龙月堂 而我就会在松波音疗的过程中 协助你去敞开你上面的脉轮 那么当你来这里找我帮你做松波音疗的时候 我就一定可以协助你敞开你上面的脉轮吗 其实这倒未必 因为你的灵魂才是你的向导 当你准备好的时候 这个过程会是一步一步往上的 有些人第一次来的时候 他们在注意他们的脉轮是身体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当然就没有办法直接去 激活启动它到它上面的脉轮 那随着一步一步不断的进步 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清理 有些同学在过了几次之后 慢慢的感觉到顶轮上面痒痒的 那有没有人第一次来就觉得上面的顶轮痒痒的吗 有的有些人一听到松波下去 就开始觉得头顶发麻有天流感 然后看到颜色和光 像去年底的时候 去年下半年很多人是看到洋红色的灵魂之星 那最近很多人就是看到在上面点脉轮在敞开 可能是白色金色被白光包围被金光包围 那这都不断的代表着我们的地球 并不是只有以前学校课本写的这些知识而已 其实这些知识它是有局限性的 因为知识它是非常广泛的 不断的我们不断创造不断体验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知识一直进来 那也有些知识是我们过去就拥有的 那有些人呢他可以看到过去的身世 或是其他人过去的身世 或是看到未来啊 其实时间跟空间呢 它只是这个三维地球的一个游戏媒介而已 情绪也是 所以很多人在要敞开上面的脉轮的时候 他们需要清理非常多的情绪 他必须要去释出这些情绪 因为上面的脉轮是更为扩展的 你的包容性你的慈悲性是更为广大 更为广泛的 所以也很容易 你也很常会在你生活中 去跟所谓的大婷妈妈做连结 去跟植物水晶 或者是跟独角兽龙 或是菩萨天使们合作 因为你知道 你不是只被这个身体局限住的一个存有而已 这个身体是你用来体验 这一切所有物质的感受 让你去听到好听的声音 好听的声音是什么 或是不好听的声音是什么 去触摸到震动是什么 去触摸到这个波是冰的是热的是凉的 还是沙沙的或是平滑的 身体是让我们去做这些角兽 那当我们往上敞开的时候呢 有很多的角兽是看不到摸不到的 像很多人可能在你的觉醒过程中 你突然发现在梦里面或是眼睛睁开的时候 半梦半醒的时候看到一些几何的图形 这些几何图形确实是存在的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电脑的0跟1 这个背后的代码 那在生命之花 有的人也会看到生命之花 然而在生命之花在后面有没有 后面还有 当你突破 突破再突破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不同的几何 不同的表现方式给你 那这些都是需要你个人自己一步一步去的 没有人可以协助你 你的灵魂就是你最佳的向导 他知道你现在在什么样的步调 在什么样的位置 需要去得到什么样的体验 什么样的经验 那如果呢 你最近觉得有些困惑迷惘 或是觉得头部晕晕的不大舒服 有可能呢 你正在敞开你上面的麦了 那么你就可以来预约送播音疗 利用声音的共振 去协助你敞开上面的脉轮 去平衡你身体 所有的光体 跟物质身体的连接的balance 去平衡跟效准 去回归你的心中 我们的身体和灵魂 其实是充满了智慧的 我们有很多的内在觉知 跟内在智慧 是你自己不知道的 当你静下来的时候 当你愿意让自己允许自己扩展的时候 你就能够接触到更为广大的世界 也就是人家平时我们常听人家说 平行时空啊 多维宇宙啊 不同次元 或者是其他所谓的外星文明之类 或是古老的亚特兰提斯文明 就是这些所有很多都储存在你的灵魂记忆库里面 你需要的只是静下心来允许接收这些信息而已 那么每一位宋波疗愈师都可以协助你去敞开你的12个脉轮吗 其实这倒不一定 但是呢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 也就是说今天你想要体验什么样的世界 你就会去找到什么样的疗愈师去协助你 有些人呢 他可能很喜欢动物啊 森林啊 那也许他找的宋波斯是比较偏给你萨满感觉的宋波斯 那有些宋波斯呢 他也许很容易的去接触到所谓的外星的事物 或者是整个宇宙源头的话 如果这个是你想要了解的 你的灵魂决定好 想要接触了解或是回忆起的 那么你自然就会找到这样的宋波斯去做宋波疗愈 或者是你今天根本没有想要去接触这些 我就是下班工作很累 我平时工作很累 我想要升级层的疗愈 那你很自然的 你会去到一个宋波工作室 可能是以疗愈你的身体为主的工作室 所以宋波他就是一个媒介 并不代表每一个宋波斯 每一个工作室 每一个你 都是要去做一模一样的疗愈 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 每一个人当下需要被疗愈的方式 也都是不同的 今天就简单的介绍到这里 如果你想对十二脉轮有更多了解 其实网路上都有很多的信息都可以去搜寻 也欢迎大家关注龙月堂的FB和IG 以及我们的Youtube频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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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